香港置業作公布新一份置業調查 調查結果顯示 多達83.4%市民看淡後市 亦創有調查以來的紀錄新高 該行與政府適時作出檢討 於即將公布的施政報告中推出有利流視的措施 香港置業研究部董事黃品棣表示 該行9月中至月底進行置業調查 成功收回471份有效問卷 結果顯示 多達83.4%市民看淡後市 當中有約32.7%認為未來12個月流假 將下跌5%至10% 比率創有調查以來的紀錄新高 同時 亦有約31.4%的受訪者認為流假下跌10%以上 而認為流假下跌5%以內的 亦有約19.3% 換言之合共多達8成市民認為流假下跌 亦創有調查以來的紀錄新高 看淡程度前所未見 事實上 猜響物業股價儲 最新公布私人住宅售價指數連跌4個月 8月報339.2點 岸月跌1.4% 創7個月低位 5月至8月合共下跌4.2% 今年累計升幅收窄至1.3% 黃品帝亦提到 隨著發展商帶頭減價 二手業主亦願擴大已覆 在影響市民入市的眾多因素之中 最多受訪者認為是 流假走勢 佔比約25.5% 其次有約21%的受訪者認為 流控措施 最影響入市決定 第三為 適口走勢 佔比約20.4% 此外 調查亦顯示 有近三成受訪者希望政府可以降低住宅物業印花稅 創有調查以來的紀錄的五年半身高 其次為取消壓力測試 佔約23.6% 而希望放寬按揭成數的則佔約14.6% 反映即使政府推出放寬流花按揭成數 在沒有其他措施的輔助或推進下 仍難以吸引市民置業 美國日前暂換加息的決定 對調查顯示 有超過46%受訪者 預計香港銀行未來12個月息口將會上升 預計香港銀行未來12個月息口走勢維持不便的受訪者 佔33.5% 余下20.1%的受訪者認為息口會下跌 展望第四季 香港置業行政總裁馬太陽表示 唐約政府下月公佈的施政報告沒有利好樓市的措施出台 今年一手新盤銷售預測將回落至1.15萬宗 而全年二手成交料跌至僅3.8萬宗 創1996年有紀錄以來次低 他重申 現時經濟環境欠介 股流齊跌 本港兩大經濟支柱失衡 樓價以沒有大升條件之下 多項樓市措施實在不合時宜 呼籲政府適時作出檢討